今天打算在之前淘的一堆旧箱子里挑一个 改造一下 这个造型像不像个梳妆牌 这儿放化妆品 这儿放镜子 简直完美 但还缺两个腿啊 于是我又花了100块 从别人的地下室淘了个坏的缝纫机 把缝纫机桌面拆下来 把箱子搬上去 这不就有腿吧 千财 给它拆 箱子的五斤件也卸下来 行 妥妻 我是真的很好奇 这个箱子变成现在这个样 到底是经历了啥 这木头原来的颜色挺好看的 有点偏红 所以这黑区区的摊 到底是原来的漆还是蜜儿啊 缝纫机底座有点黏头了 给它来个全套服务 再换上新皮肤 完美 另外我觉得用箱子上坑坑哇哇的部分 用调成一样颜色的蜜子粉补一补 尽量不破坏它原有的底色 有一种修纹物的感觉 每一个小坑坑都给它补上 整整补了两个小时 再给它打磨平整 我本来是想上点木辣油保护一下 啊等等 这个分界线怎么这么明显 这儿的颜色还是好看的 但是这儿 我的两个小时纹物修复 白修了 它现在从一个完美的箱子 变成一个斑驳的箱子 还不如不修的 没办法了 刚好家里还剩点皮革 我本来打算拿着给自己做个皮裤的 想把它变成民国复古行李箱的感觉 固定方式也很复古 全部用锚钉砸进去 还有两个搭扣 哇真厉害 怎么每一个配件都这么小啊 就镊子都夹不住 里边就用这种黑色直绒的自粘布给它贴上 再沾上一圈灯带感应的那种 一打开盖 很哇塞 加上一块放手式的海绵 镜子固定在中间的部分 底部也用隔板给它隔开 再做好分薰 一切就位 开始 各归各位 项链 耳环 戒指 手串 还有墨镜 完美 这次改造 已经能算是我心里的No.1了 NICE